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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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讲的是有关于大家怎样可以上太空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是真的想上太空的呢 举举手 问题就是上太空很贵 而且暂时来说我相信也不是太安全 但是我在设计这个飞机和火箭当中 也是考虑到价钱的问题 以及安全的问题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好了 那我们看看 问一问大家究竟太空在哪里 太空在哪里 知道吗 太空的定义是什么 你上太空 当然上 上到太空 太就是 太空就是很空的地方 空是没有空气的意思 所以太空的定义就是 那里是没有空气的 太空 实际上在科学方面的定义 太空也是没有空气的地方 大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Van Karman 就是火箭学家 他定义了太空大概是 离开地面100公里的地方 100公里 大家知道100公里 大概 这里是否去到广州呢 我不知道 应该去不到的 100公里去不到广州的 100公里的地方 其实不是很远的 我们去太空应该不是很难的 但是为什么 我们自从上太空 大概是50多年前 60年前 我们第一个人上太空 但是到现在 我们都这么难上太空 第一 当然太空是没有空气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大气的稀薄程度是怎样的 我们的地平 假设是一个大气压力 每上5公里 大气压力就是减了一半 我有一次去西藏的时候坐火车 坐到西藏高原那里 刚进了西藏那里 我发觉很多东西很有趣的 我带了一个 包装了的Kiramashu饼 它就变成了一个波仔 因为它的气压少了一半 它的体积 里头的空气就膨胀 就变成了一个波仔 多了一倍的空气 所以很有趣 还有很多东西 就是我去西藏的时候的经验 很有趣 我叫它拆了一碟芙蓉蛋 给我 拆了出来之后 两分钟就冷了 为什么 因为芙蓉蛋在这么低气压的地方 它很快就蒸发了水分 因为水分80度就已经蒸发了 蒸发了芙蓉蛋 就不热了 我叫它拿回厨房 不热的 你买过去给我 我出来 两分钟也是冷了 那些东西很有趣 所以大家知道 五公里的气压减低一半 十公里减低多少 四分之一 因为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 就是四分之一 所以每五公里的气压就减半 那如果飞机十公里 就只剩下二十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气压 假如大家坐一个氢气球 再上到五十公里 那又怎样呢 你的气压是千分之一 为什么呢 二分之一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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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次 等于1024 1024的话 你的气压就低了 就是千分之一 好了 千分之一都可以飞机飞到的 因为飞机有翼 翼就是可以托起飞机 原因是因为有气流 可以托高飞机 所以王卡文定义 这个太空的定义 就是说到太空的时候 飞机翼是没有办法支持到飞机起飞的 那就是太空了 大家知道如果五十公里是千分之一 到一百公里的时候 那个大气调度是多少 一千分之一 乘一千分之一 就是一百万分之一 一百万分之一的时候 那里真的没有空气了 你的飞机怎么飞也好 都托不起翼 那里就叫做太空了 所以我们要上太空 其实困难的 困难在哪里呢 第一 如果大家爬山 你知道 上马鞍山 我常常爬的 上到上面 七百米 用好字 有很多力度 对吧 如果上太空 上一百公里那么高 那你要多少的能量呢 其实不是很多 一公斤升上一百公里 一公里当然一千公尺 对吧 所以你一计一计 就是等于一兆的Juice 一温MJuice的能量 就可以上去 但是如果你要上太空 你不只是上到一百公里那么近 你还要不跌下来 因为那时候没有翼 有翼都空气托不住你 对吧 所以上到上面的时候 就要靠离心力 什么叫离心力 大家摔一个苹果 或者一个石头 你摔那个 一放的时候 石头就飞到很远 那叫离心力 向心力 地心力 就吸着 地心力 跟离心力 相等的时候 那你就在地球周围 转来转去 不会跌下来 那那个速度要多高呢 我就不讲 给大家怎么计法 就要8公里 一秒 一秒钟要走走8公里 哇 很快 很快 是24倍的音速 大家知道音速有多快 343公尺一秒 24倍等于8千公尺一秒 这个速度是相当高的 那你计一计 那个动量有多少呢 那我们知道动量 就是等于32个MJ 很多 就是说你要达到 上到Orbit的能量 是32倍的 但是你要好像 这个升降机 拉到上去100公里的能量 不外乎是3% 你要的动量 所以 难上天 比上天更难 上天是不太难的 上天一个MJ 就搞定了一个kilogram 那不是很多的 但是如果你要 还着地球转 要多32倍的能量 所以有些人说 我要上太空了 但现在如果你有钱的话 都可以上太空 有两位的有钱人士 一个叫Jeff Bezos 亚马逊的大老板 他早半年前就上了太空 不是收你很贵 差不多100万美元左右 数十万美元 多久了 不是很久了 因为他说你上太空 他都上不到100公里 他上到大概六七十公里左右 你上到那时候 就看到地球弧度 他用的方法 首先要坐一只 双翼的飞机 就是两个Fuselage的 双体的飞机 中间的太空船 就押着这两个双体飞机 但是上到大概是 5万…10万尺左右 他放了出来 飞机就有个火箭引擎 有个火箭引擎 推推推推到你上到去 但是它不是围绕地球 它是上到去 拋物线地下来 大概有半个小时 你就起一个无重状态 飘飘然了 它解了你的安全带 你就可以在那里浮大概半个小时 那就下来 下来就收你 多谢 100万美金 另外一个 亦是帮你上到太空的 就是… 抱歉 这个是Virgin Galactic 不是Jeff Bezos Jeff Bezos那一只 是火箭上去的 火箭上去 就更加近地球 那个上到不是很高 它最高的 有个太空船 你抛上去 在太空船上 解了安全带 又飘一飘 下来 又收你很贵 好了 问题就是 这个… 上太空是很难的 最主要… 我当然有一条规定 大家不明白 不要紧要的 很简单 用英文来解释 你要上到这个轨道的话 你的速度又要多高 哇… 8000米每秒钟飞8公里 我推动的时候 那个… 噴射引擎出来的热气 的速度又多高 你可以算到的 最快可以到4公里 1秒钟4公里 就是说你上到轨道的时候 你那个噴射引擎 出来的气 你的火箭是8公里向前推 而你噴射出来的气体 很热的空气 是4公里向后 就是说你望上去的时候 其实它噴出来的空气 是顺着这个方向 4公里向前的 你明白吗 因为那个火箭是8公里 而它噴射引擎是4公里 不是那么快 所以你在地球看上去 其实那些噴射引擎 是看向前4公里的 1秒钟 很快的速度 还是很快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坐火箭 我们没有说 譬如是撑船 要用脚踩一踩岸边 那个船就会移动 那我们如果说要撑船 要扔一些东西出去 譬如我本书 要扔出去 那会有反作用力 那船就会走 所以我要扔得很大力 你扔出去很快的时候 我的反作用力就会大 那要扔到几快呢 每一秒钟4公里那么快 就是用极度爆炸性的燃料 好了 这个比较很简单 就是说 你orbital velocity 上到轨道的速度 是等于气速 exhaust velocity 乘以你上去 那个mass ratio 是logarithum 对数是指数 logarithum natural logarithum mass ratio 就是说你上去的时候 那个重量很轻 大概是200 大概是100吨左右 上到轨道的时候 没有100吨 1吨左右 1、2吨左右 上到轨道 这个是200多吨的 如果上到 这个是200吨 上到轨道 上到轨道 是10% 10% 就是说200吨 剩下20吨 上到轨道 其他的180吨 拿出来做什么 扔了这些东西 扔得很快 以一秒钟4公里的速度 扔了这些东西 扔了大概10分钟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达到速度了 这个我们叫做 这个火箭的equation 那个公式的一个就座 就是说 你到那个速度这么高 你要扔了大部分的物质 大概扔了90%的物质 然后以一秒钟4公里的速度去扔它 那你才可以上到轨道 所以就极之困难了 所以今天就教大家可以扔少些东西 可以上到轨道 又不用付那么多钱 好了 我们今天会花点时间 这段视频是SpaceX 就是Elon Musk 上太空的时候 就是他那个星线 最近Elon Musk 射了很多 数千计 可能数万计的人造卫星上轨道 我放这段视频的时候 我看过这段视频很多次 为什么呢 我要偷试 我将来要送你上去的时候 究竟要烧多久 要上到多快 要到多高 那些我要知道 所以我就记录了 即是他那个速度 高度 的资料 还有呢 他的Rocket分两节 我今天就不会全部由头看 因为由头看就相当之长 那我就由他launch的时候 开始看看 大家看他上去的时候 大家看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他的速度 第二个是高度 现在是0.1 200公尺高 到200km per hour 这个per hour的高度 和出来的时间 我想大家留意一件事 就是他到1分钟的时候 Exactly 1分钟 60秒的时候 他是到了每小时 1234公里 一小时的速度 1234 1234 他就会到大概8公里的高度的时候 大家看到他60度左右的角度 差不多了 现在到1,200 可能是1,200 1,100 现在是1倍 8公里高 同时是1分钟 这是第一点 最重要的是 什么时候超音速呢 是1分钟之内 发生的事 还有他的速度 就是1倍音速 高度大概是8公里 第二个事件 就叫做max pressure max pressure 就是空气压力 就是最大的时间 那个已经刚刚过了 大概是1倍音速的 20秒之后 就有个max pressure 大家发觉这个火箭 那时候已经是相当平的 就是他不是这么直上的 那加速度是相当快的 那现在max pressure max Q在这里 那下次呢 你可以看到 那8支的 9支的火箭引擎 就会shut off 就是说 关火了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是到2分30秒的时候 他就关火了 大家知道他的火箭是分2支的 第一支火箭是三分之二的高度 第二支火箭是很窄 上面都会再注射火星 好了 好了 2分30秒的时候 他就差不多到了60公里的高度 60公里的高度 然后呢 他的速度呢 大概是6倍音速 7千多 那里已经是爆了 就是那些火箭就掉了出来 大家看到呢 跌了来 第一支火箭跌了出去 然后第二支火箭呢 现在开火 他开火是跌了火箭之后才开 不然就自己炸自己了 所以他跌了之后 火箭不断飞上去的时候 那这个呢 你看到 那第一支火箭是跌下来的 Elon Musk是相当聪明的 他说 其实为什么发射火箭那么贵呢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燃料份不是很贵的 最贵就是火箭 因为你每次火箭发射都丢了它 所以它慢慢飞下来的 那这个第二节的火箭呢 用的燃料不是多的 是大概整个火箭 两节的火箭呢 大概30%左右的燃料 这个慢慢跌下来 这个现在有两个表 这个跌下来的那个 现在一路 咦 为什么会还要升高 因为它还有Vertical波 那时候它掉了的时候 它还是向上抛的 还是高着的 你明白吗 它慢慢地地深引力 它会跌下来 那这个速度呢 还是很高的速度 我看这边呢 就是这里加速的 那它现在到120km 这个高的这个 大概8km左右 那它的高度呢 那这个速度呢 差不多到1万 每个小时 1万公里 那这个速度呢 是越来越高了 那但是都不够啊 你知不知道 要上到地球轨道 24倍音速 等于每小时多少 多少 大概3万公里 一小时 3万公里 那现在呢 都是未到1万的 所以离开的终极 的速度呢 就差了3分之2 所以都要很久才可以上去的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呢 大部分的燃料呢 就在这个第一次火箭里头 而且2分半钟就烧完了 你上到轨道呢 现在才4分多钟 上到轨道大概10分钟才上去的 10分钟才上去的 那其实呢 这里烧很少 不是烧很多燃料而已 因为这里的重量比较少一点 已经扔掉了 这些很重的东西 就走了 那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又发觉 大概到10分钟的时候呢 它速度呢 就到了28000 那我们今天呢 它是十几分钟的 就是今天会看到那个段 那就到1万 现在是152公里 离开地球 那Elon Musk那些 那些卫星呢 很小的 那麽大一大只 一上去就扔了100多只 他一年就可以扔了几千只 那现在他用了 Starlink的卫星去打 就是帮乌克兰打仗 这个人都挺有 义气的 那他打仗 那些这么多的卫星 上去之后呢 如果他很快就会掉下来 因为他不是太高 就是5个200公里 这些卫星 譬如我們叫ISSS 都差不多500公里那麼高 很容易跌下來 因為地面很近 100多公里 不夠200公里 所以通訊所需的能量很少 少於同步衛星的一百分之一 所以市省極多的能源去通訊 我們大概這個差不多落到地面 它還未burn 它要減速 你現在看它開第一次的burn 是減速 大概由8000公里一個小時 減到6000公里一個小時 它就關火了 你看到6000公里一個小時 它就關火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回下來的時候 速度很高 我們知道8000多公里 它下來 它要減速 要不然就變得像運石 燒了 它減了速20秒左右 其他的時間 它就慢慢用這個大氣的阻力 等它慢慢減速 你可以看到它的速度是在減速 但它沒有在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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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 剛剛我們看到1萬左右 現在差不多到2萬 達到3萬才上到orbit 就是168公里高 好了 它減速減到大概2公里 在地球2公里的時候 它又再第二次burn 就是它第二次又要噴射 那些start rocket 大概20秒左右 它就會落到地球 我們今天看到它第一次的引擎 落到地球的景象 好嗎 好了 大家看到 現在是來地面大概是4公里 速度要減低過1000公里 這樣下來的時候 它就開始 因為火箭要落回來 要重溶 所以它就開始burn 你看到burn 大概是1.6公里 一直這樣burn 這個就是landing 就是它飛回來 在那裡著陸 它一直這樣開 這個就是控制氣流 然後它伸了一腳出來 然後就著陸 大家可以拍手 很精彩 這些東西很好看 為什麼呢 我看了之後 我就懂得怎樣去發展火箭 飛機 一會兒第三段的時候 我會詳細說這些